这样飞的劲你可能见过 但如果这样飞 和这样飞呢 别急 耐着性质 随我一起来看看最近的改动吧 我们知道体验服对抗路新增了传送花 只会受到普攻伤害 所以我顺便把一些类普攻英雄一一做了测试 例如老村长的大招 阿克的一技能 结果他们的技能哪怕是类似普攻性质 依然无法对传送花生效 但是强化普攻又不一样了 例如马超的戳 蒙田的戳 都是可以正常对传送花造成伤害的 而在打野英雄里 静的分身和强谱 还有蓝的三段戳 都是能对传送花造成伤害的 这对于争夺传送花的意义是巨大的 在未来的版本里 因为传送阵并没有取消 如果打野拿花边路英雄走阵 就能形成瞬间的抱团局面 不管是打对面一个措手不及 还是反手支援都是优势 而静拥有传送花后 开大 在独秒的最后一瞬间 按出大招换位 就会出现视频开头的全途飞行 这让静拥有了近乎哪吒一般的支援能力 无疑是大幅增加了静这个英雄的上限 当然除此之外 静还有一个小增强 在正式服 静放出分身后 使用一技能位移 分身经过草丛 是无法获取草丛视野的 但在体验服 现在分身位移经过 可以正常获取草丛视野了 再来看看正式服 随着橘子新皮肤的上限 部分英雄获得了小增强 米月 现在开大的过程中 可以释放召唤之技能了 你可别小看这个改动 我有一个玩米月的朋友 看他这个改动 开心的像个300斤的胖子 因为这样以来 米月带惩戒抢龙抢buff 大幅加强 一三技能惩戒 接一技能飞走 太爽了 而且在对冰上 如果是狂暴米月 有的时候为了开大保命 会来不及按狂暴 现在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那由于狂暴的吸血加持 大招结束时 可以恢复更多的血量 生存能力也提升了 你甚至可以带上一手斩杀 残血开大斩杀 太快乐了 牛魔 银正 沈默西在正式服 都得到了略微的加强 牛魔的二技能 银正的大招 沈默西二技能 现在都可以用主动装备技能了 那其中点名牛魔 二技能接冰甲 再接大招 可以打出一套控制链 目测 未来冰甲牛魔 可能会成为热门 那这里有人会说了 牛魔不出主动辅助装吗 其实冰甲的CD和辅助装的CD 是不冲突的 当你拥有两件主动装备时 点开装备蓝 然后选择另一件主动装备 会有个替换按钮 点一下 它就会在主动界面显示了 虽然有点麻烦 但其实和复活甲换明刀 没有太大区别 再来看看体验服的东方药 洗踢一闪能力 不过很可惜 东方药普攻一技能 即使闪了也没伤害 只有强化一技能 可以把第二段伤害打出去 不过正经东方药一般都带惩戒了 现在一技能也能释放惩戒了 不用担心 放一被抢龙了 最后关于橘子的新皮肤 很多人可能没看懂 这个橘子刀为啥是断的 为啥橘子不回去见爱人 其实橘子不是不想回 而是回不去 从官方给出的故事中 可以看到橘子在与妖魔的战斗中 并非只断了一把刀 而是三刀全断 为了镇压邪物 橘子只好无心作剑 意思就是以自身的魂魄修复断刃 所以才有了后面那一句 以无魂训词 永振妖邪 CG最后橘子消失 画面中只有三把刀 此时橘子已经以身化剑 永远镇守此地 不是不归 是不能归呀 以爱的名为 自闭的树闪的先有留言到 现在敌人杰名文怎么配 哪位大神可以告诉我一下 拜托拜托 大神来了 那目前敌人杰有两套名文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需求来哦 法乔流敌人杰名文为 九红月一货元 七夺翠 三狩猎 十阴眼 暴击流名文啊 就是十货元 五夺翠 五狩猎 十阴眼